淡水河北侧银河平面道路工程预计118年完工通车 为了让淡水民众更加了解淡北道路计划 新工处特别制作了1比150的比例缩小版的工程模型 模型制作目前完成了三段 包括了淡北道淡金路口 捷运红树林在后方和大渡路地下道的汇入端 可以让人对淡北道路的未来样子一目了然 淡水河北侧银河平面道路工程今年初开工以来 在淡水河沿线开始进行工程 预计在118年完工通车目标 期待完工后为淡海新市镇北市科开发带来加成效益 共同促进双北繁荣进步 不过为了让市民更加了解淡北道路结构路线 新北市新工处更制作了1比150的比例模型 希望可以让市民透过展示了解淡北道路 因为主要是因为淡北道路的工程非常复杂 我们有三处跨越或是穿越捷运的一个路线 所以说这个模型我们主要就是呈现我们在 中正东路还有淡金路这两个部分 怎么样去做一个汇合跟衔接 那我们目前已经先做了两段小的这个地下道的模型 未来在今年年底左右会把全线的整段的模型做出来 那到时候我们也会再规划说 怎么样让民众来更了解我们的淡北道路 新工处表示由于淡水河北侧银河平面道路结构 路线工程相当复杂 也有三处跨越或者是穿越捷运的路线 因此这一次的模型制作 目前先完全三段 包括了淡北道路与淡金路口 还有捷运红树林站的后方 以及大渡路地下道汇路端 将如何去汇流与衔接给呈现出来 那像中正东路的部分我们是用最内侧的部分做一个地下道 那它会用地下道的方式穿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淡水接运线 然后在后面我们再钻出来在淡水河岸的这一侧的部分 那另外刚刚有另外提到是淡金公路这边 有轻轨桥下我们去做一个高架桥 那这个高架桥一样是会用跨越的这个高架桥的方式 然后到淡水河侧这边 然后来做汇合 新工处表示包括了从高架工程及地下道工程 透过模型给完整的呈现 就连地下道也可以做出以掀盖式的模型结构 打开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路幅宽度与走向 就连红树林保留区都做得非常仔细 更代表的这一块都没有去动到保留区的范围 而未来新工处也会把淡北道路全段模型依序完成 排列起来就有五公尺长 也会着手来规划展览场地 让更多人可以透过缩小版的模型 了解淡北道路的未来模样 记得许多人一旦水采访报导